世界和平再不是生日願望的空泛延遲, 俄烏戰爭已持續超過六個月。 烏克蘭的戰火看似遙遠, 但若觸發核戰危機, 誰又能夠獨善其身呢? 我希望將資訊翻譯, 用第一身經驗提供更多角度的國際視野和文化比較, 去換成大家的注意。 tips and advice apps and tools I'd like to tour in North Korea 我選擇由波蘭坐巴士入境烏克蘭, 是最快接到達Ukraine西部城市Liviv的方法 有不少烏克蘭人目送家人離開的時候流淚趕再見 因為你永遠不知道下次見面是何時 或者又沒有機會再見面 而我就是眾多乘客之中唯一的外地人 單人匹馬踏足戰區,未知使人恐懼 但是相比當地人每天生活在惶恐當中 我又算得是些什麼呢? 在戰亂的時候闖入烏克蘭 大部分軍人對我的身份表示好奇 安檢、問話、在所難免 經歷十幾個小時後,終於抵達烏克蘭 而當地人就很熱情地招待我這個異國面孔 妻婆教我這本書裡面的內容 到達了民宿之後 發現是跟其他軍人一起共用宿舍 疏勢之後就繼續往烏克蘭首都Kiev出發 我選擇搭惡鋪火車 而每一個車廂最多可以容納四個人 我去的時候不多人去首都 所以可以用一個人的價錢包整個車廂 車程大概六個小時,港幣二百多元左右 那本身我只是買了一個床位 即是理應我只是睡這個位置 但其實這個時段沒什麼人去首都 還有其他人通常都是自己包了一個車廂 所以我自己用一個床位的價錢包起整個房間 價錢包了睡袋、枕頭、一杯飲品 環境都算乾淨 那搭惡鋪火車最重要就是糧食的安排 那提前我就買了一些水 還有我就買了一包餅 然後也帶了一些在意大利上的trip 適正的包過來 還有最重要的東西就是 就是水果了 休息夠就要繼續上路了 去到首都基庫立即坐車前往Saint Michael's Monastery 名為民間戰爭勝利品展覽區 這個位置展示出幾十架被摧毀的俄羅斯軍車 裝甲車供市民觀賞 藉此鼓舞士氣 對於烏克蘭人來說 這場早在2014年就開始的戰爭 到了今天只不過是將殘酷升級和延續 日以繼夜承受的壓力 其實一直都沒有變過 看到烏克蘭抵抗行動中的價值 包括歷史怎樣掌握在人類手中 以及也都解釋到 自由和民主並不是自然發生的進程 烏克蘭的戰國並沒有輪入 第二次世界大戰西歐各國的慘況 反而有異於常人的勇氣和能力 自為抵抗入侵者 位於收到遠旁邊印有肖像的紀念場 用來悼念頓巴斯衝突中的死者 在大街上不時都會看到 有人以烏克蘭國旗顏色的物品用來打氣 由以往旅客必到的獨立廣場紀念碑 到現在成為擺放烏克蘭人求救信號的標語 黑揚子驚奇出現在烏克蘭首都基庫 並且與多國歐盟成員國一同並列 在展示板上貼上士兵招募的告示 雕像客方擺放的旗幟用來悼念在俄烏戰爭中 陣亡的士兵 坐車前往近郊偏遠市中心的地區 木島大型建築物被俄軍炸毀 殘破不堪的外觀 烏克蘭人無奈成為戰爭下的犧牲者 在首都基庫到處都會聽到防空警暴爆炸聲 民主和自由等普世價值並不會永久保存 或者自動被實現 當人類已經習慣了長期的和平 已經看不到周遭潛在的威脅 由基庫回程至Liviv 在車廂中認識到其他烏克蘭人 少不免分享對捍衛民主自由的決心和戰況等等 他們異口同聲表示 烏克蘭任何一個地方都處於戰亂的狀態 並不存在相對的安全 地埔小的地方 到最后我主导问他有关捐款的事宜 资金援助能够直接帮助到乌克兰 我会将有关捐款的连续放在description box 乌克兰需要外界的援助 下集将会访问土生土长的乌克兰人对于战况的看法 走访难民营和食堂 感受当地平民在战乱下的生活情况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